罪伤老婆自尊的三句话,好男人一句都不会说。 世事薄良,仍心生妩媚,生活残酷,爱意有慈悲。这里只有你想说的,想听的。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会说话不仅用于日常交际中,还能在婚姻中起到很好的帮助,有时候你明明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可一道气头上表达出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意思,说注意听者有心,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能很轻松的把彼此之间多年的感情瞬间摧毁。 我们总是把最温柔最善见仁义的一面暂时给陌生人,把自己最恶毒最胡闹的一面暂时给最亲近的人,特别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什么狠说什么,什么难听说什么,你是过了一世的嘴瘾,可你有想过对方听到你说的这些话心里有多受伤吗? 恋爱的时候,我们总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暂时给对方,恨不得把这世间最美好的形容词都拿来夸赞对方,可一旦走进婚姻这座坟墓,就开始发现原来对方身上有这么多自己忍受不了的缺点。 婚前有多少浓情密语到了婚后就变成多少冷言冷语,千万别小看语言暴力,有时候他能直接摧毁你的婚姻。 他们这三句话最伤老婆自尊心,好男人一句都不会说,看你说过几句。 一,你不就生个孩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结婚生子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特别是生孩子,有了孩子之后的三口之家才算完整。 女人经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可爱的宝宝,只有女人自己能体会这过程中曾经历过多少苦和泪,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很多初位新手妈妈的女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难免会受足无措,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就叫男人过来帮忙,或者脾气变得很急躁,偶尔会催男人几次。 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男人会不耐烦觉得你不就生个孩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累死累活赚钱,也没见像你这么矫情,让你干点活都要攀住我,我很累的好吗? 男人以为这句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女人则听进了心里,原来生孩子,在男人看来只是一件小事,她所有的付出都不被男人珍惜,还被觉得太矫情,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已经足够让女人伤心。 二,她是我妈,你都不能让住她点。 很多男人在自己老婆和自己亲妈发生矛盾和摩擦的时候,习惯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自己亲妈那一边帮助亲妈训斥自己老婆,还说为人子女不是应该孝顺吗?你都不能让住她点。你这么爱和长辈计较真不孝顺。 她只看到了女人所谓的不孝,却看不到自己亲妈是如何对老婆挑三拣四,冷嘲热讽的。 任何好的感情都是你来过往,你的老婆不远万里嫁给你,不是为了受你和婆婆的共同排挤,更不是为了伺候你们一大家子,生而为人,平时默要让住一个蛮不讲理的婆婆。 三,还能不能过?不能过就离婚。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难免会因为一时冲动,考虑不周全,什么话都说出来,但这句话只要男人一说出口,就预示住婚姻快到头了。 一个张口闭口提离婚的男人,要么已经不爱自己老婆了,要么已经婚外有人了,这两种原因,不管是哪种,都够女人哭一辈子的。 希望是一点一点积攒来的,失望也是,很多时候等你说的次数多了,女人自然会离开。 任何好的婚姻也会有争吵和摩擦,但有些话就像一把刀子狠狠扎在女人的心上。 我真希望每一位看文章的你都没有说过这三句话,更没有听过这三句话。